用温热的水洗脸 一般人认为可以让毛孔打开 脏污更容易清除 现在有业者还推出温热感洗面乳 号称能促进新陈代谢 净化毛孔 不过皮肤科医师一看就摇头 我们洗脸大概就是一分钟 两分钟三分钟以内的事情 所以不大可能说 因为这种短暂的温热 而让我们的毛孔 会因为这个温热而造成毛孔开起来 其实我们洗脸还是要选择 最适合皮肤的一个温度 大概就是25度到30度处C 医师解释毛孔不受神经肌肉支配 因此想短时间把皮肤构造 加热到产生物理性变化不太可能 温热感洗面乳其实是加了甘油 双饼二醇丁二醇等成分 接触到水释放热能 皮肤才感觉到热 而天气热皮肤油脂分泌较多 让脸上毛孔也比较明显 想要进一步清洁脸部 很多民众会用有磨砂颗粒的 去角质洗面乳 不过医师也不建议使用 如果真的有需要去角质的话 像有一些酸类的成分 包括像水洋酸辣这类的 它本身就有可能有这种 可以提供这种所谓的 淡淡去角质的这种效果 当它去好角质以后呢 也能够帮助后续的这些脏污 能够被洗净 医师说正确洗脸 要把洗面乳摩擦起泡 是因为滑顺质地 才不会让皮肤受到刺激 只要洗完脸不会干涩敏感 就是适合自己的洗面乳 八大新闻江海婷 王明贤采访报导 明珊八方式近在一小时 锁定八大明珊新闻 记得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